今年农年 五中国文化中农系吉祥的象征 亦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神话生物 而农的传说和本港都有关 农年农历新年 大家都会讲农精虎猛 农马精神 大家心目中的农友是怎样呢 农头很威猛 农心很漂亮 很多彩色 很山满很空猛 在天上傲长 很自由自在 最熟历史 第一次有农的记录 是在新石器时代 距离现在大约五千至八千年 主要出现在玉石雕刻和陶器上 造型就相对简单 只有农头 农身情思之形 去到汉代 农的图像就更多元化 加入多种动物的特征 例如是鹿角 鱼鳞等等 做是一个万物之王 所以各种动物的 最精彩的部分 它都包容在一起 更加显得龙的代表性 人们的期望等等 它集集所有东西的特点为一身 尤其是龙是万物水族之王 所以它能够空气天气 能够行云暴雨 能够帮助消灾降伏 成为大家一种崇拜 敬拜的对象 十二生肖之首是鼠 唯一的神话生物龙 只是排第五 蔡宗齐说 曲世怎样仍然有待考证 流传下来 龙的故事和香港都有渊源 由飞鸽山 獅子山 笔甲山 至到琵琶山 东至西九个山峰 因为走势好像龙形 所以叫做狗龙 而坊间 宋代南宋的末代皇帝宋炳 他说去到神山那一带 海边就看到八座高山 好像八座龙 他身边的左右就说 不是 应该是狗龙 因为理作是真龙 真龙到达香港这个地方 不管是不准什么解释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 证明来说 香港这个地方 就是地令人结 风水之堡地 龙作为虚构生物 形象上相对上都百变一些 无论是可爱 还是传统的 都各有市场 不过他们同一个工作 都是保佑大家 风调雨顺 无线电视记者 不解牵不留